黑脚阿嬷案例 广西北海沈师兄的妈妈 即是广西黑脚阿嬷 今年84岁 得糖尿病多年 血糖值一度高到19.5 右脚大脚趾坏死 去医院检查后 医师建议阿嬷右腿膝盖以下 要全部解肢 因沈师兄学了原始点 就带回家用原始点来处理 经过沈师兄五个多月的 原始点精心调理 现在坏死的脚趾自然脱落 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都可以走路了 复图是2015年2月26号 阿嬷脚的情况 2月27号原始点处理第二天 3月7号 原始点处理第十天 阴脚一直未消肿 这天开始每天用浆两斤 24小时温敷 3月12号至3月24号的情况 3月12号 原始点处理第15天 用浆两斤 温敷24小时已起作用 脚已经消肿 3月24号 坏死的组织和原本好的肌肉组织 逐步在分离 3月24号至4月17号的情况 4月17号 好的一边在长心肉 要脱落的情况 要脱落的情况更明显了 4月22号 坏死的脚趾已松动 4月27号 坏死的脚趾已完全脱开 只连着一条筋 5月3号 5月3号 5月4号 阿玛的脚已完全愈合 现在可以穿鞋走几步路了 前后160天比对 第一天 血糖值 19.5 第160天 血糖值 10.5 做原始点的第一个月 每天温敷5个多小时 后来增加至24小时 开始每天用姜1斤 两个多月后 增加至3斤 效果就明显加快 直到8月份 母亲能走路后 降到1至2斤用量 开始的一个月 每天1到2次全身按推 后来每天一次 到最后两个月 每两天一次 饮食以温热为原则 血糖值8月初 测的是10.5 体力恢复良好 其他一切正常 感佩沈师兄的孝亲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让一批又一批的百姓 免遭手术之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